大象作为陆地上最大的一种哺乳动物 它们主要生活在非洲和亚洲地带 然而作为国际一级保护动物 在非洲却有一些人喜欢吃大象尸体 这是为何 要知道一般情况下 非洲人很少会选择去吃大象肉 大象肉不仅难吃 还有许多寄生虫在皮肤中 内脏里也积攒大量的生物 和携带慢病毒BIV 因此一般不会有人吃大象的肉 很多人就好奇了 难吃为何非洲人还要吃大象肉呢 我们都知道非洲这个国家经济落后 人民生活艰难 穷人被饿是常有的事情 而大象的体积非常大 一头死去的大象 让部落中的人吃很久的时间 大象肉不仅解决了饥饿问题 以缓解非洲粮食紧缺的现象 非洲人虽然喜欢吃大象的尸体 但是它们还是很有原则的 那就是它们不会对活着的大象下杀 它们选择吃大象的原因 还是生活所迫 如果拥有足够的食物 小编想 大象的尸体肯定没有人会去选择吃 非洲贫穷的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懒惰 导致当地的经济无法得到发展 在非洲有些部落还将大象奉为图腾 而大象在非洲地区急剧减少的原因 则是因为偷猎者在不断的猎杀 很多人以为大象是因为国际市场上 象牙昂贵的价格 其实不然 导致大象不断被猎杀 最大的原因在于大象肉的销售 一公斤大象肉售价12美元 对此 小编只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希望能停止这样的猎杀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